最近,国家发话了,将对网络游戏实施总量调控,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数量,探索符合国情的失灵提示制度,采取措施限制为成年人使用时间。 而且在以后,今对于游戏的审核将会更加严格,一些粗俗滥造,充斥暴力,色情的游戏会直接被淘汰掉。 广大家长对于这个消息可谓是恶手撑停,在游戏行业就一片惨淡了。 腾讯暴跌近5%,暴收340元,1542亿元人间蒸发,网易暴跌7.19%,暴收194.39美元,股价创下2016年6月1日以来最低。 完美世界一度触及跌停,37互与跌幅于9%,游户网络,游游科技,凯英网络,几笔特业全部都跌了。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显示,截至2015年12月,中国青少年网络游戏用户规模的1.9亿,占青少年网民的66.5%。 而且随着手机、电脑设备的普及,中国青少年首次接触网络游戏的年龄成至去低龄化,其中6到14岁,也就是中小学阶段,是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的主要时期。 其实早在2007年,我们就开始实施网络游戏陈迷系统,但是效果并不好,因为为了利益最大化,设计师在设计游戏, 那时候就是本着让用户欲罢不能去的。 所以对于商家来说,游戏只是带来利益的工具,所谓的游戏,就是让所有人上瘾。 一些网络游戏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对青少年价值观的扭曲。 为了从众多游戏中脱颖而出,有些团队基于用户的猎奇心理,歪曲历史,恶搞历史人物,还有些则从用户内心原始欲望出手。 大量使用血腥暴力的场景,飙车,砍杀,爆破,枪炸轮发上,更有甚者,以每次验照和极度性感的卡通人物。 来引诱用户,其实现在有很多孩子痴迷游戏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,在最好的年纪,只想着几时行了,不自律,不喜欢学习,不喜欢思考,少年强责国强,少年进步责国进步,监管部门出手控制网络游戏上限数量,其虽不能完全杜绝青少年对网络游戏的沉迷,但也是一个进步的信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